好萊特有民眾反映說去年四月份到百貨精品服飾貴位刷了十二萬 但是該得到的點數全都沒有入帳 後來貴姐坦承操作錯誤 沒有想到時隔一年點數依舊沒入帳 犯錯的貴姐也還在貴上 衝著檔期點數加碼 有消費者到百貨精品服飾一口氣刷了十六萬 回家打開APP看點數竟然連一點都沒有入帳 我們就去找他們說怎麼點數不見了 他就說不好意思我操作錯了 那你可不可以去跟朋友再借信用卡 再來刷個十幾萬這樣子 那事情就很奇怪了 他們自己管方操作錯誤 然後又要叫我們去借信用卡來刷 事情發生在去年四月 投訴小姐跟先生在精品服飾會位 消費了十六萬 發現貴姐沒入點數後 隔天又回到會上反映 貴姐告知不點數要刷退信用卡再刷卡一次 但顧客的信用卡額度已滿 貴姐竟然要求顧客提高臨時信用額度 或是跟同事朋友借用信用卡 沒想到再刷了一次點數還是沒入帳 而且拖了一年依然沒有下文 沒有任何人來聯絡 沒有任何人來 所以就當沒事了 點數也不見了 我也不知道跑去哪了 然後我們就默默地吃下這件事情 重點是我花了十六萬 百貨該給的點數四千五百點 隔了一年打開APP 還是看不到入帳 就連操作錯誤的櫃姐 主管承諾會離職負責 一年後也被消費者發現還在櫃上 他們原本答應我們說 那個錯誤的小姐 她三個月後會懲署她離職 結果一年後她還是在上面開開心的工作 消費者怒控百貨跟櫃位處理方式 讓他們覺得被欺騙 對此百貨跟精品服飾業者都不願回應 儘管時隔一年消費者也決定報警 並且投訴消保官 那可以請社會的業者 還有百貨公司一起出面處理 那如果認為處理的結果 還是有侵害到自身的權益 可以向各地方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提出申訴 事後消費者破文提醒 請其他民眾以後要去百貨消費 一定要注意點數有沒有入帳 以免自己的權益受損 記者陽花灘的報導